狗狗出现这种情况时 主人应考虑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需要考虑狗粮是否过期变质 如果狗粮有异味 那么狗狗就不会继续吃 因此主人在购买狗粮时 要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开封后最好放在密封罐中防止发霉 每餐取出一顿的量即可 其次如果突然给狗狗换粮 也有可能出现不吃的情况 建议搭配旧粮逐渐换粮 再者狗狗挑食也会出现不吃狗粮的情况 平时给狗狗吃太多的食物或罐头 就会导致它出现挑食的情况 建议主人将狗狗爱吃的食物和狗粮混在一起 给它思维 逐步改善挑食情况 最后狗狗在身体不适时 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 同时可能会出现精神萎靡 体温异常的症状 建议及时去医院就医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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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